有專家說只要把結冰的水 放到冷藏裡面 就能夠有效幫助冰箱省電 晚上將水杯裝水冰入冷凍 白天再放進冷藏 有網友靠著這個方法 省下百元電費原理到底是什麼 如果在冰箱裡面放一個冰塊的話 可以讓整個室內的溫度 除了壓縮機可以來幫忙 把熱量排除之外 透過冰塊也可以把多餘的熱量吸收 降低白天的時候 壓縮機運轉的頻率 冰箱是家中的吃點貴瘦 還有哪些方法能省電 現代人生活忙碌 有些人認為冰箱沒放東西就乾脆 把敲頭長時間停機 會使冰箱機油沉電 反而影響制冷 而且蒸發機多為鋁管 溫度升高會加快嗅食 另外如果壓縮機長時間不開 也容易引起卡鋼 電燈開開關關 儘管隨手關燈是好習慣 但有網友分享 如果關燈太頻繁 反而耗電 如果只是離開不超過三分鐘 最後別關燈比較省 燈具或者所有的器材 一開始打開的時候 所耗的電量是最大的 那其實相同的情況 其實冷氣也是一樣 冷氣如果說可能在 譬如說五分鐘或十分鐘 或甚至半個小時之內 如果說你可能都還會回到 這個室內空間的話 你只要室內空間 維持是一個密閉的情況 那麼冷氣是不需要關的 生活中多用點省電技巧 延延夏日就可以避免電費增加 讓荷包大失血 解釋中 西雯雲台北報導